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打一爆爆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小果 引起尿毒症的原因非常多 主要的就是肾脏功能的丧失 或是肾脏出现了结构上的损伤 这样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功能运转 那么尿毒症有哪些早期的症状呢 一,高血压 肾脏主要起着代谢水液和维持电解质的作用 如果肾脏功能受损 那么水液的代谢就会出现问题 身体内环境的电解质也就紊乱 如果其中钠元素过高 那么还会分泌一些代谢钠元素的物质 这些物质会导致身体的血压升高 此时也就是早期尿毒症的典型症状 二,消化到系统异常 尿毒症出现前 消化系统也会受到影响 往往就是表现为食欲下降 恶心呕吐的情况 严重的可能还会出现四肢麻木和腹泻 这种时候往往会被很多人误解为是胃肠道的病变 而忽略掉了对肾脏的关注 此时也就延误了病情 三,腐肿 由于肾主要带作为代谢水液的器官 当它功能出现问题时 水液就容易在身体局部进行堆积 腐肿也就出现了 在尿毒症出现之前 最常见的就是腐肿 血液无法及时排出 也就是会导致全身不同程度的腐肿出现 一般很难消失 这个时候就最好进行检查 小心尿毒症的发生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到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生没得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 打扫呀